大家好,我是陈岳 今天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这是拜登作为总统首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此时恰逢其上任百天之计 因此被多方认为极具象征性意义 拜登在演讲中呼吁美国两党加强合作 并且提出其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那么称这是保持美国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手段 还特别是提出来要利用现在的这样一个投资计划 来和中国展开竞争 拜登在讲话的时候还特别表示 美国将与中国竞争 但并不会去寻求彼此间的冲突 对比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拜登显然要老谋深算的多 特朗普喊打喊杀的风格看起来很凶狠 那么但是呢 比起来实际的政策效果 我想呢 华众取宇宠的这个媒体效应 恐怕更多于实质性的对美国国力提升的帮助 而拜登的政策和一系列的讲话也表明 中美关系的本质 那就是冲突对双方都不利 所以呢 这个摒弃冲突 那么避免冲突 但是呢 要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这也就成了彼此之间较劲的一个必经之路 同时美国想要展开竞争 保持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唯有通过美国的内部改革 提升美国的国力 修复美国内部撕裂的伤痛 以及强化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美国的国家建设 那么这才是赢得未来的根本 炫耀武力以及打击围堵对手 并不能带来对美国自身的能力的提升 我们今天就来从美国对中国科技卡脖子的角度 以及全球贸易 特别是中国和亚太地区国家 所谈定的RCEP协定 来谈谈中美在科技贸易领域的竞争态势 说到科技围堵呢 最具代表性的科技领域 当然就是半导体 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主导 召开了一场全球半导体峰会 其实在我看来呢 就是一场鸿门宴 参会者台积电和三星被绑架着 要去这个美国投资设立半导体工厂 虽然从商业企业的决策角度来看 这样做并不符合商业企业的基本逻辑 那么这一点呢 在前不久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先生的演讲当中 也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态 但是没有办法 美国人要求了 所以也就必须得去 与此同时呢 半导体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荷兰的光刻机巨头阿斯梅尔 近期也有一番表态 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在4月28日 荷兰的光刻机制造商 也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半导体 行业的上游设备厂商 他的这个巨头 那么阿斯梅尔他的总裁 温宁克就明确的表示 美国针对中国所 这个搞的这一套芯片出口禁令呢 已经伤害了欧洲的半导体行业 他特别强调 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 这样的卡脖子的动作 那么欧洲未来将会失去中国市场 美国媒体Politico的报道呢 温宁克就称呢 15年之内 中国将有能力制造所有的产品 到那个时候呢 欧洲的供应商在中国市场 将会彻底的消失 那么这里面我注意到 一个呢 所谓的15年 我不知道是他的这个啊 一个企业的判断 还是经过非常专业的这个评估 那么我想呢 15年这个数字喊出来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前不久 同样是张周谋的先生的演讲当中 谈到了在半导体的制造领域呢 那么目前台积电领先中国大陆 五年以上 另外呢 在半导体的设计领域呢 领先中国大陆呢 是这个啊 这个一年以上 那现在的情况呢 是欧洲的半导体巨头 光刻机巨头 阿斯美亚喊出来的是 15年之内 中国将搞定所有半导体 这个产业链的全部环节 到时候欧洲的这个供应商呢 将会从中国市场上消失 那当然了 他的这个假设前提是 美国继续围堵 那么不卖给中国 因为你不卖那没办法啊 最后呢 你就会从中国市场上消失 那么他的这个评估 究竟靠不靠谱呢 我们继续看 这个温宁克他谈到呢 欧盟不应该根据美国的战略 而限制高端技术向中国出口 这样会加速帮助中国实现 自己的科技自主 最近一些年呢 随着美国对中芯通讯啊 华为啊 还有呢 众多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 欧洲的一些芯片 这个制造的关键技术和产品呢 都没有得到美国的出口许可证 然后呢 就没有办法卖给中国 这种针对中国的卡脖子的做法 实际上是让一些欧洲的企业利润 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那么其中的原因呢 就是欧洲对于美国知识产权的依赖 也使得他必须遵守 美国所制定的游戏规则 从2019年起 荷兰政府暂停向企业颁发高端光刻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UV啊 这个集子外线光刻机 那么向中国出口的许可证 一部分原因 其实就是美国在背后搞的这个施压动作 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当中 欧盟企业的占比仅仅有10%左右 在半导体材料制造等领域呢 欧洲的地位其实并不明显 我们每次提到欧洲的半导体 其实讲白了就是荷兰的阿斯美亚这家光刻机的巨头 其他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美国呢 有这个应用材料 有科蕾等等 那么日本呢 有大量的关于这个半导体的化学材料 那么这一部分呢 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们另外呢 这个半导体的代工厂呢 就是台积电呀 三星 那么美国呢 稍微差一点呢 英特尔 那么这三个呢 是巨头 另外一方面呢 半导体的设计软件呢 美国目前是遥遥领先 这个就是全球半导体的基本格局 那么除了我前面提到的这些企业呢 那么其他地方基本上就是 这个可以说是比较的少了 那么在现在的这一场 由整个芯片半导体所引发的 这一个政治僵局当中呢 其实欧洲想要进行独善其身 就是最好不要惹我 我能好好做生意 那么他呢 如果想要独善其身 那就必须去加大 对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 那么减少对美国专利的依赖 这个呢 其实在 我记得是去年吧 那么任正非 在一次演讲当中呢 他就也就提到了这一点 也就意味着 美国这样的动作呢 会让很多的企业呢 去选择 逐渐发展自己的专利 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这个当然是一个相对比较慢的过程 不可能马上就实现 同时呢 温宁克他还表示呢 美国限制芯片 制造关键技术 向中国出口呢 很可能会拖慢整个欧洲相关制造业的发展 因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按照中国海关的数据 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 进口金额超过3500亿美元 当然呢 他的这番表态 实际上呢 我们也都看到 基本上呢 是站在一个科技企业的角度来看 也非常容易理解 毕竟中国这块大肥肉 美国人逼着 阿斯梅尔不允许卖给中国呢 特别是他高端的设备 那么显然是不符合这些企业的利益的 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呢 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 也是为他自身的利益 做出一个表态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动机 所以关于美国围堵中国科技 那么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解读 一种解读呢 就是认为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围堵 会让中国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呢 出现立刻明显的休克 未来面临没有芯片可用的境地 会严重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 甚至呢 让中国整个的发展出现停止 乃至呢 倒退 那么这个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论调 来看待这件事情 而另外一种看法呢 和今天我们所谈到的 荷兰的光刻机巨头 阿斯梅尔的总裁的观点 是类似的 那就是中国短期之内 显然一定会受到影响 这个所有人都同意 全地球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对吧 忽然之间断供 那显然是受了影响 但是这种短期的阵痛 所谓长痛不是短痛吗 对吧 那么让中国的 在长期的这个科技发展上呢 会更加的独立 就像中国的北斗导航 现在呢 这个也已经完成了 那么中国的这个 包括隐形战机 各种军舰等等 完全形成中国自己的 独立的科技产业 并且实现弯道超车 显然呢 这个目的 或者说这个最终的目标 是需要一些年头的努力 但是美国的这样一种 科技卡脖子的打击的行为呢 为中国科技产业的独立呢 也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等于是你西方的科技体系 主动的战略收缩 那么被美国逼着呢 退出 对吧 你不给你卖 那显然就退出了嘛 那我买不到 我只能自己搞 这个逻辑 我想也很简单 那么上面我们所谈到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那究竟哪一种情况会发生呢 我认为这也是相当考验 中国的自身的 从基础科技到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 就像美国 他要继续想当全球的领导者 那么他就必须要证明 美国可以抚平自身的伤痛 证明自己的这一套体制运转的良好 同时呢 他能够改善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 包括美国的这些流浪街头的人很多 枪击事件 社会治安 歧视少数族裔 种族歧视 非常多的问题 你需要证明你能够有解决 你有这个领导力 你有这个治理能力 对不对 那么同时呢 你还要能为全球创造更多的国际共同利益 比如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全世界的一带一路 那么共享共建共商 对吧 共同商议 共同分享 共同来建设 互利合作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 中国可以提供相应的这个金融服务 金融以及呢 这个施工啊 工程等等这方面的合作 当然了 那么中国企业呢 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改善 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一定的这个收益 大家合作共赢 这个呢 就是属于全球共同利益 包括像疫苗为全球提供公共的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当然了 你看从哪个角度解读 你可以说啊 这个什么疫苗外交什么 从这种负面的解读 但是正面的解读呢 对吧 中国帮助了这么多的国家能够提供疫苗 至少他在一线的医生护士啊 这些海关人员啊 那么紧急的这些人士可以施打疫苗 降低伤害 对不对 你美国把那个辉瑞摩德纳全部 全部放在自己啊 禁止向外进行这个提供给其他国家 那其实这两种之间就是一个对比 所以美国他要想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力 那么他就需要去证明自己有能力改善国内的发展 同时有能力创造更多的国际共同利益 那么中国呢 要想证明自己呢 这个OK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去证明 在美国的科技围堵这样情况之下 你可以通过自身的科技的发展成果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的看法呢 就是说 与其说中美之间 对吧 就像拜登他的总统这一次在国会的演讲 与其说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啊 是大家你追我赶的这样一种竞争呢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如说是自己和自己的这一场竞争 你不能不能不断的超越自我突破自我 这一点非常关键 也就呢 不断的这个实现啊 这个超越自我之后呢 来赢得未来 无论是这个国家也好 民族也罢 你纵使在短期之内赢得一切 如果你不能够去不断的超越自我 不断的提升呢 你也会你也就呢 这个会迅速的失去 那么这一点呢 在中美两国其实看的都非常清楚 如果要为中国科技产业的前景来进行投票的话 我个人的观点的话呢 那么其实我愿意把所有的这个 如果把这个中国科技产业 它假设是一家公司 对吧 我可以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啊 比如说自己的啊 这个投资进去 全部投资进去啊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非常看好 中国科技的长期性的发展的 当然这个呢 就相当于说你得拿着时间久一点啊 你不能指望今天的投进去 明天中国什么光刻机什么全搞定了 这个这个不现实啊 不现实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说呢 这个局势呢就非常明朗了啊 大家呢就是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 就看谁 你追我敢啊 这样一种这个看谁呢 更能够解决问题 更能够发展自我 那么除了科技领域呢 其实在全球的贸易方面 我们看到了在当地的时间是27日呢 那么联合国官网发表了署名评论文章 那么题目就叫做 中国贸易巨人的崛起 文章就指出在过去25年间 中国占全球贸易 从不到1%的边缘人 迅速崛起成为当仁不让的贸易巨人 文章尤其肯定了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石的作用 根据这个联合国他所列出的这样一个数据呢 2020年中国全球出口这个比重提升到了接近15% 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名的美国 那么这一篇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两位经济学家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就指出 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崛起 是在其本世纪初 但是其背后的起源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当时呢 在全球贸易当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 那么当时的中国就启动了一系列的经济升级和改革措施 并将市场向世界开放 冒发会议的经济学家就认为 世纪之交两大互相关联的事件 让中国走上了成为制造业强国的道路 第一呢 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第二呢 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那么由此中国得以充分发挥其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潜能 向世界各地出口的商品数量也是这个迅猛的增加 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贸易冠军 这篇文章还着重指出呢 疫情期间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发挥了这个基石一般的作用 而且进一步的凸显 2020年初疫情刚刚爆发 全球生产都因中国供应商的供货影响而出现了减缓或者是陷入停滞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让出口迅速的恢复 在全球贸易体系下滑的情况下 中国一直独秀 联合国冒发会议两位经济学家在文章当中列举了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数据 其中呢这个中国在全球出口比例呢是进一步的增长 那么第二名的美国呢占比8.1%啊 那么中国呢是第一名占比15% 所以呢中国比美国呢是这个遥遥领先 那么德国呢是7.8%紧随其后排名第三 那么随后呢是荷兰日本啊 包括那个经济体来说呢是中国香港 然后韩国意大利等等 2021年的中国第一季度的这个贸易延续着强劲复苏的态势 出口同比增长了50% 那么达到了7100亿美元 与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 也增长了27% 不过文章也提到呢 中国贸易飞速崛起的同时 也引发了在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啊 很多的这个贸易摩擦的一些争端啊 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等等 但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 目前呢关于中美贸易战或者中美贸易摩擦 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应该说是这个美国并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甚至呢有人就直接这个铁口之断 美国在贸易战当中呢已经落败 因为双方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当然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呢相关的贸易关税基本上是美国的进口商 和美国的老百姓来承担了啊 中国的出口商并没有在其中受到这个啊 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这是其一 其二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数据 依旧是快速的上升啊 也就是两边并没有因为 美国所开展的贸易战 所加征的贸易关税呢 而影响双边的这个贸易合作 那么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数据 就摆在这里 2021年的三月份呢 欧盟自1989年以来 第一次对中国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贸易限制 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出口情况呢 虽然遭受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 美国的限制欧盟的限制 但是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 在过去的20年间 中国对于全球生产的重要性持续的递增 去覆盖了包括精密仪器 工业机械 电脑 智能手机等各大行业 对于中国出口未来的走势呢 文章认为短期中国仍将继续成为全球主要的出口国 但是呢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走向成熟 将更加依赖国内市场 而非海外的需求 出口在国内经济当中 所占的重要性的这个比重呢 在下降 那么中国目前呢 也在大力发展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内需了 促进消费啊等等 那么国内市场呢 也在不断的发展 另外呢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劳动密集系行业的竞争力呢 就是说啊 也不如以往了 就老百姓的工资提升了嘛 所以呢 有一些低端制造业产业呢 会流向到包括东南亚啊 或者非洲啊 啊等等这些国家 我想呢 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现状 那么另外呢 现在全球的这个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呢 也随着整个地缘政治局势呢 好像冲突急剧的增加 那么也会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 就是未来呢 会不会出现一些啊 更多的国家去设定贸易壁垒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需要去做出警惕的 我想呢 这个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提升的同时呢 中国在亚洲地区的 也在加强和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 去年谈判完成的RCEP这个协定呢 那么需要通过各个国家的民意机构的审批之后 才能够正式生效 目前中国新加坡等几个国家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流程 而目前呢 RCEP又取得了最新的进展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日本的国会已经批准了RCEP 已经在日本呢完成了 4月28日 日本国会批准日本参加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就是RCEP呢 那么这个呢 这个协定呢 是由亚太15个经济体之间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根据日本共同社4月28号的报道呢 那么日本国会的上议院完成了所有的流程 这个RCEP协定将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涵盖世界约30%的人口和GDP 日本政府估计呢 RCEP将增加日本的出口 投资和消费 从而使日本的GDP增长呢 大概能够做到2.7% 那么显然这样一个增长将大于 11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所谓的TPP 当然了TPP由于美国的退出 后来日本呢来主导 那么后续呢叫做CPTPP 那么预计呢 这样一个CPTPP协定呢 将为日本的GDP的增幅呢 达到这个1.5% 所以RCEP对于日本来说 它带来的实际的好处 是大于CPTPP的啊 这样一个数据呢 是摆在眼前非常清楚 日本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还有东南亚的国家 这些呢一起啊 所谓东盟国家 10个成员放在一起呢 那么在2020年的11月 达成了这个协定 批准RCEP的程序 正在其他签署的国家当中呢 不断的推进 这个程序要在 10个东盟国家当中的6个 去完成 以及呢 在5个其他国家当中的 3个国家完成 那么完成之后呢 就60天之内呢 就生效了 印度呢 到目前并没有去加入 签署这个RCEP协定 我们知道呢 RCEP协定呢 一开始是非常希望 把印度 包括南亚地区呢 这个 它是一个代表国家 一起纳入 但是我们知道呢 印度的现在的贸易关税 非常的高 而且印度呢 它的这个保护主义倾向呢 非常明显 它特别担心呢 一旦签署该协定呢 那么对印度的制造业 和国内产业呢 造成冲击 其实呢 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呢 印度没有勇气 对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 没有信心 中国在2001年 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其实这个 这个当时呢 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声音 就担心呢 会不会对中国当时的产业 包括汽车各方面呢 造成巨大的冲击 使得中国自身的产业呢 这个一蹶不振 但是事实上 我们看到 这个打开市场 快速大家一起来竞争 到今天为止呢 可以说 现在的汽车产业 包括其他产业了 手机啊等等 那么中国呢 走在了 这个快速发展的轨道上 未来呢 可能会实现一个 弯道超车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RCEP的这个发展呢 进一步的推进 也使得亚太地区的经济 一体化进程 得到加速 今年的下半年 最晚呢 可我想呢 可能到明年的上半年 那么这个协定 也就完成所有的程序 正式的生效 我想这是一个 大概率事件 其实目前RCEP的 早收清单 也已经让各个国家 从中得到了好处 正因为此呢 我们也看到了 新加坡学者 马凯硕 近期表态认为 美国总统拜登 应该主动示好 否则呢 与中国脱钩 将会导致 美国与东亚脱钩 中美的经贸关系 有着强大的根基和韧性 如果美国能够改变 对华的强硬贸易态度 中美双方都能够迎来 重大的利好 综合媒体在4月29日的报道呢 联合国冒发会议 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发表的那样的评论文章呢 就指出 中国经济发展 或许是近代史上 最史无前例的一个故事 过去的25年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中国脱贫人口 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多 中国从世界贸易的边缘者 变成全球贸易的巨头 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已经能够与美国进行媲美 美国如果继续在对华贸易当中 制造紧急紧张的氛围 并不能得到好的结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侃硕 日前在新加坡海峡时报 撰文指出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 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 如果美国是一个理性的 地缘政治参与者 并且追求这个 这个开明自立 那么就应该终结 已经彻底失败的贸易战 这篇题为 拜登是时候终结特朗普的 对华贸易战了 这篇文章就指出 对中国的贸易战 没有给美国的劳动者 或者消费者 带来任何的好处 也没有减少贸易的逆差 美国如果想要保留贸易制裁 和关税措施 以此作为对中国 施加影响力的手段 那么这将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文章说呢 随着美国退出 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TPP协定 而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 和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RCEP和CPTPP 那么一个包括整个东亚的 蓬勃经济生态圈正在形成 中国经济已经深入了东亚地区 中国与东门成员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 文章认为呢 企图与中国脱钩 只会导致美国与东亚地区的脱钩 美国如果希望巩固 其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存在 最好的做法呢 就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加强贸易联系 文章就指出呢 拜登政府如果想基于开明自立 制定对华经贸政策 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大幅增长 就应该立即无条件的取消 对中国采取的贸易制裁和加征的关税措施 那么理性的思考应该压倒偏见 美国CNBC的网站在4月24日呢 也发表文章 题目是呢 中国发展全球贸易关系 美国有落后的风险 这个文章就指出 拜登政府表示要更好的与中国竞争 其举措本来是鼓舞人心 然而存在一个大的漏洞 缺乏国际贸易战略 中国在世界各地加快多边与双边的贸易 及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 美国两党都对这类协议越来越反感 文章就指出呢 美国目前没有一项现代的 前瞻性的贸易战略 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在进入这场全球冲刺的时候 只有一只 这个有一只手呢 被反绑着 华盛顿真正的问题是 缺乏替代方案 两党都错误的认为 全球化对美国利益和就业不利 当拜登政府搁置其贸易议程的时候 中国却在不断的前进 达成各种协定 并制定将影响未来的标准 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 斯蒂芬哈德利就谈到呢 中国深信力量相互关联的意义 并且认为 目前这种相关性对他们有利 如果美国不能够打破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将无法重新获得与北京打交道所需要的影响力 说到中美之间的科技 我们前面谈到的啊 这个科技围堵啊 贸易的关系 那么以及呢 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 中欧之间 虽然随着美国拜登政府在背后的挑拨离间 近期呢 有一些摩擦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 在4月28号呢 还是顺利的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呢 就共同的主持 中德都承认存在彼此之间的一定的分歧 但是更强调彼此之间的合作 也达成了多项共识 共同呼吁中欧投资协定早日生效 并且呢 探讨疫苗互认 那么根据中国政府网站所发布的信息呢 信息第六轮的中德政府磋商结束之后 中德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云签约的仪式 也见证了应对气候变化 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 这个食品安全 国际发展 交通运输 以及可持续发展 等诸多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到德国联邦政府网站也发布消息 在中德政府磋商会议上 双方外长发布了一份联合公告 其中包括多项合作异项声明 领域呢 涵盖气候保护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 食品安全 国际发展援助 等等 那么 可见呢 双方政府的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呢 也都表明彼此 在相关涉及到 两方面都有利的这样一个领域呢 其实有很多的合作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也看到中方的这个领导人呢 也谈到了 说这个这一次的规模呢 非常大 彼此呢 彼此的这个会议当中呢 有几十位部长级的官员 一起来参与双边的政府间的磋商 所以这个意义呢 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要去拓展双边的这个 进一步的合作 那么另外呢 中方的这个李克强总理呢 也强调 中国呢 将进一步的扩大对外开放 也愿意同 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开放应该是双向的 要在扩大互相开放中呢 推进自由贸易 推进世界经济的复苏 中方愿意同欧盟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 早日签署生肖 促进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那么默克尔呢 也表示2022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 德方愿同中方这个生化互信拓展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希望双方充分发挥两国快捷通道的作用 保持人员有序的交往 来推进疫苗生产和互认合作 默克尔呢 还谈到德国方面呢 主张开放合作 反对保护主义 主张在对话协商当中解决分歧 中欧投资协定对欧中欧关系十分重要 也希望呢 这个双方共同推动协定早日的生效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呢 默克尔在会谈当中也提到了 中欧投资协定 那么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么默克尔呢 也承诺去继续快速推进这个协议的达成 默克尔要求像这个中国呢 和欧洲呢 一样这个进行市场的开放 那么默克尔说呢 中欧投资协定将为透明的经济合作 和更多的法律安全奠定基石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李克强总理呢 就指出中德加强对对抗疫情的合作 那么通过疫苗公平合理的分配 反对疫苗民族主义 用好用足中德之间的快捷通道 便利双方人员的往来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李克强总理以视频形式 就是同出席第十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的 两国经济界的代表呢 见面的时候也表示当前这个局势之下 希望通过双边的合作来共同呢 去进行这个进一步呢 为双边的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特别是呢 中德双方都谈到了 要在疫苗的认证和国际的健康码的互认上面呢 要去加强合作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媒体上面的分析呢 就是中德双方可能未来在疫苗 这个市场的准入 以及呢这个所谓的人员往来的互认啊 就是你打过疫苗的我认可 我打过疫苗的你也认可 双方呢就不再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隔离啊等等的 那这方面呢 可能也会去继续的去沟通 那么包括未来呢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改革的支持啊等等呢 我们也都看到了在这个会议当中的去谈及 李克强总理就谈到呢 这个中国方面的愿意同德国方面 牢牢把握对话合作的这样一个大方向 只要双方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关切 在平等相待或不干涉这个内政的基础之上 进行沟通交流增加互信啊 也对这个缩小的分歧聚焦在合作上面 就可以为对话进一步的啊 这个进行啊 合作进一步的拓展呢 来创造有利的条件 那么确保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想呢 这些也都是一些这个中欧发展 这个中欧关系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中德关系发展过程中呢 一些这个正面的信息 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话题 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